Hallelujah Hallelujah 讓我們一起從左上 將你起來讚美我們的神 還可以的極大的讚美 因為他的愛 遠超過初天 讓我們一起拍照 遠超過初天 你愛 你的愛 勝過中海洋 恩典 吸盡我的嘴 呼叫我屬於你 我完全屬於你 你的燈光 燒進所有的黑暗 不再只怕 因你準備展現 你的道路 你依許存到永遠 不斷的看見 你手掌揭 你手掌揭 你愛 你腦海 勝過中海洋 恩典 你恩典 吸盡我的嘴 呼叫我屬於你 我完全屬於你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是戰場上的高台 不委屈 你與我同行 你的聲音 是荒漠中的感覺 不斷的看見 你手掌揭 遠超過初天 你愛 你的愛 生活中海洋 恩典 你恩典 吸盡我的嘴 呼叫我屬於你 我完全屬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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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你是 你所說的神 成就 你要做的事 讚美 完全屬於你 你死 斷開了所有 你不是 我應該辦得很大 祈福這個 你愛 你的愛 你也會 射火中海洋 恩典 你恩典 吸盡我的嘴 无常 不屬於你 我晚生屬於你 人生過 sentir 天 妳愛 妳的愛 生不足海洋 恩典 妳恩典 心情我的罪 不讓我屬於妳 我完全 完全屬於妳 我完全屬於妳 我完全屬於妳 謝謝欣賞助盪財 海洋 妳準備好用生命來高舉耶穌了嗎 妳準備好用生命來高舉耶穌了嗎 妳準備好用生命來高舉耶穌 我的百姓不會再寂寞 我們呼喚炫耀妳所有一切 妳所有一切 妳的百姓不會再動搖 不管這世界如何阻擋個威脅 我們固執受困 妳的開口剛贏得十九個場 因妳的是我們來同行鮮養 讓妳高舉裡ając靡 compact 還喔呆 還於摸腦 妳身邊綵ilen 還喔呆 已高舉人癡 Infrat 被壟掉三彈 我的心都都總要看見 我發明絕望的心再次切割 而天永不停歇 你一排口剛贏的心就歌唱 因你的聲我們來重新尋仰 高距離生命還熱 高距離生命還熱 你高距離還熱 你是我神我們是你 給你良善我們聽聽 你不是能讓我替你分離 在每個時能讓我替你分離 你不是我的你的能力 自由活在你的海裡 每個時能讓我替你分離 在每個時能讓你分離 你不是我神我們是你 因你良善我們呼吸 在每個時能讓我替你分離 在每個時能讓我替你分離 我們想要你的能力 自由活在你的愛裡 每個時能讓我替你分離 在每個時能讓我替你分離 你一排口感應的心就歌唱 因你的聲我們來重新尋仰仰 高距離生命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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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活摸你全身不神奇 再沒有事交流與你愛熱 高距離生命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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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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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让我们神的名被告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祢是那两善的天赋 我曾听无数人在说 你是怎样的神 但夜里我却听见你温柔 慈爱声音对我说 你喜悦我 你永远都不离奇 有个个发言 你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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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所爱 你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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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却知道问题是 只有你能够回答在我 还没开口 你就知道我所求 你永远都不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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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爱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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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完全的颠覆 你是我完全的颠覆 你是我完全的阿爸 颠覆 你是我完全的颠覆 你是我完全的阿爸 颠覆 你是我完全的颠覆 你是我完全的阿爸 颠覆 耶稣 我敬拜祢 更多来敬拜祢 一起来开口唱 你的爱实在太过奇妙是我 无法说明 这难以理解的安息是我 无法测读 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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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 更深的你呼叫我再去 天赋 你是我天赋 你是我完全的天赋 你是我完全的天赋 你是我完全的阿宝天赋 我赞美你 耶稣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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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 你爱四面环绕我 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 惧怕中的自由 我不再被恐惧努力 因你是我天赋 我不再被恐惧努力 I am a child of God 从我母腹中你拯救了我 你爱呼唤我命 我重生的旧 进入你家中 保险流入我生命 我不再被恐惧努力 因你是我天赋 我不再被恐惧努力 我不再被恐惧努力 因你是我天赋 我不再被恐惧努力 我不再被恐惧努力 I am a child of God I am a child of God I am a child of God Yes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我在美你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我敬拜你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我仰望你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我告知你的命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我太美你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我尽拜你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我要往你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 What God you need in me Oh 你现在还能看到我们双眼 完美的爱也不过去抵抗 你现在还能看到我们双眼 你现在还能看到我们双眼 我没有爱也不过去抵抗 你现在还能看到我们双眼 我认为我们双眼睛 你是我天父 I slain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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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ild for God I am a child for God 我不再被工具奴役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工具奴役 I am a child of God 你的心中是我聽到了很清楚的聲音神在對你說 你是我的兒女 生命裡面的一個印證 你是我的兒女 你這一生裡面可以帶來勇氣帶來信心帶來盼望的一個關鍵的字 就是你是神的兒女 當我們清楚知道我們的未分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帶出能力來 我們才能夠對我們周圍的環境帶出影響力 而今天你還在被恐懼奴役呢 還是你在走一個信心的旅程 今天我們要特別為一些弟弟姐妹來禱告 可能你的心裡面 你的理智上面你知道你是神的兒女 但是你的心還沒有辦法領受 好像你的心跟你的理智有一段距離 你知道你是神的兒女 到你完全的確信你是神的兒女 這是有一段距離的 怎麼判斷 就是你今天到底是用恐懼在驅動你的人生 還是在用信心愛心跟盼望在驅動你的人生 而今天我們要特別為你來禱告 若是你有需要 你說神啊我真的常常在一個恐懼的裡面 我甚至連晚上做夢的時候 我都會夢見許多驚恐的事情 甚至在我從小成長的過程裡面 有幾件事件 常常會在我的夢裡面不斷的出現 而今天晚上天父說 我是你的天父 我是你的阿爸父 在我裡面是沒有黑暗也沒有轉動的婴兒 今天我要來幫助你 我要讓我的愛完全的驚動裡面 以至於你的理智跟你的情感完全的連結 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女 所以若是這是你 你覺得你有許多的恐懼 你需要別人來為你禱告 無論在你的職場或在你的家庭 或在你的夢裡面 或在你的人際關係裡面 你說你需要有人來為你站立為你禱告 使你脫離那個恐懼 你現在可以把你的手舉起來 我們要為你來禱告 好不好 我們周圍的牧者 周圍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 就到他們周圍去為他們禱告 為他們禱告 禱告那個完美的愛 完全的愛 是懼怕能夠移除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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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被恐懼奴役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懼奴役 我不再被恐懼奴役 I am a child of God Хallelujah 恐懼奴役 I am a child of God 你真的还能靠着我的转眼 完美的爱也不恐惧 你拯救我 让我们兴起个诚 你也是我的天赋 你真的还能靠着我的转眼 完美的爱也不恐惧 你拯救我 让我们兴起个诚 你是我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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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有盼望 因为我们清楚在你里面有完全的良善 没有任何的黑暗 主 我们真知道你总是养着你的脸来光照我们 主 我今天 今天幕区再次向你来祷告 求你祝福我们 使列国得知你的救恩 主 我求你祝福我们 使众人都能够认出你的良善来 主 今天晚上 你再一次让你的良善浇灌下来 在每一个儿女的生命当中 使我们不只知道我们是神你的儿女 我们更知道那个完全的爱 已经使一切的惧怕都移除了 主 我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生在你的家中 因为这是何其充满盼望的事情 主 我们把荣耀丹恩归给你 坐在宝座上面的羔羊你已掌权 主 我们谢谢你 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 而你赏赐而你的位分在我们当中 主 我谢谢你 替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把一切的掌声归给在天上的父亲 谢谢他完全的爱在我们当中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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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当你回到你座位之前呢 你转向两面的人 给他一个大大拥抱说 天父是一个良善的父 Amen Amen 首先我要在这个地方欢迎 一间来探访我们的教会 这间教会是马来西亚 魏理工会沙劳月华人年议会生命堂 你们在我们中间 好不好可以邀请你们 从我们座位上面起立我们拍手 欢迎他们 欢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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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接下来我要欢迎 若是你是第一次第二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一样从座位上面起立 我们要欢迎你们 一 二 三 欢迎新朋友 4 字幕制uk 6 9 7 今次的欢迎就是 永远的欢迎 在你作家之前 確認你手上拿到了一份 我們的留名卡 跟我們介紹的資料 好不好 請招有同工 能夠看到他們在後面 然後給他們這個資料 那請現在好不好 新朋友就能夠填寫裡面 有一張綠色的留名卡 然後等一下我們奉獻 再傳到你面前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綠色的留名卡 擺在奉獻袋的裡面 好 叫我們能夠 進一步的跟你們聯絡 當然在今天聚會結束之後呢 當我們出了大廳 在右手邊219教室 是我們的新人VIP的教室 今天在那個地方 我們會接待你們 會在那個地方 跟你們介紹我們的教會 在那個地方會為你們禱告 所以邀請所有的新朋友 當你整個崇拜結束之後呢 稍微的留步 能夠到219教室 我們會在那個地方 有人來接待你 接著來就是我們的奉獻 我們拍手 歡迎Peter牧師 來為我們收奉獻 好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今天奉獻的經文 烈王記上第三章第三集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念嗎 一起來 來 所羅門愛耶華 遵行他父親大衛的 只是還在秋潭獻祭燒香 好 OK 你知道 所羅門王他在很小的時候 大衛就教導他如何長大之後 可以成為一個君王 他教導他怎麼去治理 怎麼有智慧的去治理國家的大事 所以所羅門在大衛 他父親大衛身上 學習到非常多的東西 以至於所羅門王做王的時候 以色列這個國家 進入到前所未有的一個 黃金的時期的裡面 國家興盛 經濟 飛揚 股票大漲 OK 但是有一件事情 所羅門王沒有從他父親身上所學到 就是他那一顆單純 敬畏神 敬拜神的心 在這個經文裡面 他告訴我們說 所羅門王他雖然像 有接受他父親教導去愛耶和華 但是他的敬拜的行為 卻不是單一的單純的敬拜 在這個經文裡面告訴我們說 所羅門王是怎麼樣去敬拜神 他是在秋潭獻祭燒香 如果你去看他原文的話 He sacrificed to the Lord in the high places 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敬拜這位神 在經文裡面 他其實有一個教導就是 你必須來到會幕的面前 在那個地方 透過這個方式來敬拜神 為什麼神在教導以色列說 你敬拜我的時候 你必須要除去你自己的一個自我 你的自我的工作 自我意志 你要透過我教導你的方式 來敬拜讚美我 來敬拜我 但是他選擇用他覺得他喜歡的方式 或是他覺得方便的方式來敬拜神 你知道為什麼神要設立十一奉獻嗎 十一奉獻其實就是 教導我們怎麼來到神的面前 除去這個自我意志 來到神面前來敬拜他 在十一的裡面是沒有自我意志的 不管你今天心情是怎麼樣子 不管你今天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不管你今天覺得你是富足還是不富足 十一就是什麼 十一就是十分之一 它不會改變 它是一個數學的一個公式 就是乘以百分 乘以10% 乘以0.1 OK 不管你今天心情是怎麼樣 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這也是為什麼 你知道 我在我的家庭裡面 我跟我妻子 我從來不會想說 今天我們覺得怎麼樣 要不要來十一 我們十一就是因為這是神 他教導我們怎麼去敬拜他的方式 所以要鼓勵我們弟兄姐妹 我們每次來到神面前 十一奉獻的時候 他絕對不是只一個劣行公式而已 但是神是透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去訓練我們的心 怎麼樣帶著一個單純的心 來到神面前 敬拜讚美他 Amen Amen 我們一起來 祷告 祖我們感謝讚美你 你透過你的 你的 你的教導來告訴我們 教導我們怎麼樣子 帶著一顆單純的心 來到你面前來敬拜 求你幫助我們裡面有充滿一顆像大衛這顆 單純敬拜你的心主 當我們把我們十一奉獻 把我們的所有的這些 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我們求你教導我們 去確保我們的心 去修繫我們的心 也至於我們對你的敬拜 是單純的 謝謝你 我們現在祷告 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如果你需要奉獻收據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招待同工來索取 我們的奉獻的信封帶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我們今天非常歡迎你 我們也邀請你 可以把你的資料填寫在新的牛迷卡 當這個奉獻帶傳到你面前的時候 請把你的新的牛迷卡 投進我們奉獻帶的裡面 謝謝你 Amen 所以當我們來奉獻的時候 讓我們用一顆真摯的心來奉獻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 這週的青年牧區的報告事項 哈囉大家好 好久不見 又到了小花貓咪叫的時間了 嗯 有沒有覺得這個音樂非常的熟悉啊 沒有錯 因為我正在 紐約 因為我正在 紐約 是有一點卡 但不管怎麼樣 那我們 懷著這個羨慕我的心情 來看看本週的報告事項吧 首先是我們的全教會禱告會 時間是我們12月6號 禮拜二晚上7點20開始 在6點半的時候 有我們的秦宇如敬拜禱告 地點呢 一樣是在我們的宣教道樓一樓 嘿 你要不要來全教會禱告會啊 是全教會喔 所以說 如果你是教會的一份子 我邀請你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全教會禱告會 Yeah 接下來是我們的親子講座 猶太人的教養智慧 相信大家都聽過太多的傳說 關於猶太人是如何教養他們的孩子的 沒有錯 這就是你的機會了 帶著你的孩子 還有你的太太 還有你的丈夫 不管怎麼樣 帶他們一起來參加這個親子講座 12月10號禮拜六 在青蟲之後 晚上8點 山莊220教室 由葉琳南牧師夫婦 一起為我們揭開猶太人的教養智慧 在同時呢 Kids Care館有老師可以帶領孩童 請家長可以放心的一起參與這個 揭開猶太人的教養智慧的課程 鼓勵你一起來參與 第三個報告實際上是我們的 孩童奉獻禮 在2017年1月7號 也就是明年的1月7號下午 在青蟲當中有我們的嬰孩奉獻禮 透過孩童奉獻禮 讓我們父母可以用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與孩子一同成長 鼓勵你能夠來參與我們的孩童奉獻禮 也一起在這裡享受 青年牧區有新生兒的喜悅 請在崇拜之後到服務台索取申請表 並在1月3號禮拜二下午5點半之前 繳交回牧區辦公室喔 接下來是裝備中心所開的課程 你知道宣教是什麼時候嗎 宣教現在正是時候 12月10號禮拜六9點到12點在宣教大樓一樓 由我們的裝備中心為我們所開的 宣教現在正是時候 當然一定要看見黃祈惠牧師和整整哥的出現 你知道宣教是什麼時候嗎 我告訴你就是現在 不知道嗎 12月10號禮拜六9點到12點宣教大樓一樓見 到時候你就知道宣教現在正是時候 記得要來報名喔 今日起到12月6號是我們的報名時間 詳細請上裝備中心的網站 嘿嘿 今天的報告事項就只有這麼多 嗎 沒有錯 聖誕節又快來了 好不好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年聖誕節的影片 耶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要開放進場囉 那大家都排在很前面 等一下開門的時候不要推進根本 好 謝謝 恭喜你 唉唷 愛上那麼遠 唉唷 愛上那麼遠 這輛組有什麼不可怕了 再把我們靠近 要做不可怕了 來 看一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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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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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不好意思 廁所在哪裡啊 謝謝 不好意思 快沒電 我剩一趴一趴 你跟這邊會動我們叫手 你幫我借一下 穿紫色背景那麼多 幫我借一下 我先讓你打擱布 是不是榮不借一下 你不用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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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时光飞逝 一晃眼的 我们就快要接近 天国频率系列信息的尾声了 下个礼拜 我们都会分享 天国频率的第七篇信息 从关系中认出神的声音 闹单、孤僻、不食人间烟火 不跟人团息相交的基督徒 其实是很容易听错神的声音的 你要知道神是看重关系的神 不只是我们与祂之间的关系 更是要迫过在神的家中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来确认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下个礼拜千万不要错过 这篇重要的信息哦 而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我们会进到学生手册的最后一课 第八课 站立在君王面前 成为尊贵的先知 我相信当神以健康的先知性文化 装备我们之后 祂会更多地赋予我们恩宠 让我们可以像约瑟 但以理 还有以斯帖 被带到这个世代 大有影响力的领袖 跟执政掌存者面前 来鼓励 造就 劝勉他们的兴起 以盼望跟真理 来门徒训练社会不同的领域 所以今天牧区的先知性感性 你们预备好吗 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 有一件报告事项有一点更正 就是刚刚讲到亲子讲座 特别我要讲一下就是 犹太人有千分之二点五的 全世界的人类里面 只有 对不起 所有的人口里面的千分之二点五 是犹太人 OK 但是我们看到 Ivy Lee 长春藤的这个大学里面 有百分之二十都是犹太人 我们看见诺贝尔得主里面 有百分之三十是犹太人 我们一定以为 犹太人是神的拣选的子民 所以他们的智商比较高 那么让我告诉你实际他们的智商 有多少 犹太人的IQ总平均是95 台湾是104 美国是98 这个时候 骄傲地给自己点掌声吧 但是聪明不代表智慧 所以我们要来下个礼拜要领受的是 犹太人的教养孩童的智慧 不是聪明 然后呢更正的就是 不是燕林南牧师来 是我的太太张家祺师母 要来教导的课 OK 所以你有孩子的 或者你正预备要进入怀孕的过程的这些父母亲 邀请你们可以去到这个亲子的这个 220教室里面 接下来呢看到你的周报的里面 有这一份密密麻麻的资料 就是我们今年圣诞节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 celebration的活动 OK 那么特别我们需要来为我们自己的圣诞节活动来祷告 所以好不好 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从我们座位上面起立 我忘记有一个见证对不对 对不起让你们有起立了 请你们坐下 我们拍手欢迎见证好不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LOC小组的海玲 今天我要来分享我的见证 从2014年起到至今每一年的第一天 我都会做一个祷告 这是我一年预备的开始 这个祷告就是亲爱的天父 我要成为一个见证者 让我每一天都被你所充满 让我每一天都来到你 来经历你 让我每一天都活在你的见证大能下 见证你的荣耀 因着顺服 我总是能看见神在人们身上所做奇妙的工 即便一开始我并不明白 但神为何要我去找或联络一些 许久未见的朋友或同事 甚至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但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 瞬间就明白了神的心意 我也分享了我的领受及看见 这些朋友及同事 后来也都被神的爱所触摸 而觉知信主 在今年的第一天 我依旧的我问神 今年我要和你一起完成些什么 我必须说我极其的热爱与主同工 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因为你会看见神的工 充满了创意及感动 每每都让我感到稀奇 对我而言我的信仰也就是我的生活 所以我常常在职场分享我的见证 同事们有各方面的疑问 也会询问我的意见 也常常在职场工作上面带领他们祷告 很有趣的是他们都会分享我的见证 在十月份的时候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动 那就是带所有的同事觉知 我询问他们的意见 感谢主他们一口就答应了 祷告完后 有一位患有忧郁症的同事分享 当他张开眼睛的时候 眼睛瞬间的明亮 是他无法形容的光亮 而另外一位同事应的生理期 加上肚子痛 他疼痛的身体无法站直 我为他的不是祷告完 他惊讶地看着我说 他完全不痛了 他完全得着了医治 在这个月份当中 职场有一些人事的调度 所以我都与老板娘一同的工作 之前我们不常碰面 所以彼此交流的机会并不多 但奇妙的是一同佩搭后 老板娘开始与我分享 她在工作上个人状况 另外一半关系上面 及家族产业上等等的问题 想询问我的意见 及给予她方向 在听完她所有的叙述之后 我一一地把 每一个部分的领受看见 与她分享 老板娘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告诉我说 为什么我都说中 每一次 我学校都没说什么 而我询问老板娘是否可以 带她祷告 因为我知道她的基督徒朋友 每一次想要帮她祷告的时候 她总是拒绝 但感谢主 她答应了我的邀请 而老板娘肩颈酸痛 紧绷了两个多礼拜 就已也无法舒缓 为她祷告完后 她的不是也完全得着了医治 老板娘也询问我 该如何地祷告 希望带领她另外一班 一起去教会 也跟我提出 希望能在工作的场合当中 一起祷告 当我们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位分时 就不会被环境所捆绑 而是能在所到之处 带下释放 我们的问题再怎么大 都不会比我们的神来得大 希望的也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而是神要做什么 神赋予我们权柄能力 也给予我们恩赐来使用 而这一切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当我们的心感受到 当我们耳听见 我们是否有个顺服的行动去行 而我们的口是否有吹出生命的气息 我们的生命围有在操练中 才能不断地成长 我们需要透过真理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而世上的灵魂需要透过你跟我的口 来建造生命 以上是我的见证 把一切的荣耀 从自然都归给爱我们的父 谢谢 Amen 好 让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面起立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当我们一进到12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国家的里面 而我们需要把这个爱给出去 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管道 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周报里面有这么多的活动 而最重要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礼拜五的学生 在宣教大楼 然后礼拜六在这个地方的收割 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来的人数 都是我们平常人数的两倍到三倍 我们需要向神来祷告 真的是让神的爱进到他们的里面去 而且居住在他们里面 所以我要邀请你思考一下 今年你预备邀请谁来 谁是你最重要生命里面 你想要把福音带到他生命里面的人 好不好 我们一起举起手来 为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人来守望 祷告神的爱 现在可以进到他们的里面 我们一起开口 来为我们所要邀约的新朋友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 我们谢谢你 因为这一次的圣诞节 主 我们知道借由戏剧 借由敬拜 借由所有的各个团队的配搭 主 我们要呈现一出剧 其实不只是给人看 而是要给你看 主 我们渴望我们所献上的一切恩赐财干 都摆在你的面前为要荣耀你 主 我们向你来祷告在今年 为着我们所爱的 无论是家人 无论是在职场的朋友 或是在我们学校的同学 主 我们向你来祷告有一个恩典 在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极大的收割 在我们中间发生 主 我祷告 看见何场已经都发白了 而我们就是那个收割的工人 我们要成为爱的管道 让我们里面释放出爱 以至于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主 我们谢谢你 为着圣诞节这出剧一回生 我相信二回就熟了 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在熟的里面 成为一家人 我们就相信神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父亲 而所有的人得到救恩的 都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 我们谢谢你 愿你的恩典 祝福 临到我们当中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拍手归给神 也欢迎光哥今天来分享信息 感谢主 我们进到这个 天国频率的第六篇信息 成为他所说话语的好管家 这个系列的信息 就是要帮助我们可以脱离宗教的灵 调到天国的频率 以至于我们可以倾见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常常说 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 基督教讲的是关系 讲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以至于在关系的里面 你会发现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神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那位神 Amen 在这整个系列的信息的里面 我们就讲到神 要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 神是会与我们沟通的那位神 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调到天国的频率 我们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而神的声音是何等宝贵的 所以好不好今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在聆听信息之前 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现在的主持人我们感谢你 主要让我们宣告在敬拜的里面 主要让我们不再是孤儿 主要让我们不再受到恐惧的捆绑跟努意 主要让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主要你是对你的儿女说话的那位神 主要让我们也宣告今天晚上 我们要听见的不是人的声音 主要我们要听见的是你的声音 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说话 主要一句我们更多的行在你的话里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 谢谢你耶稣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成为神所说话语的好管家 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记得我曾经在第一篇的信息的里面提到 很多人没有神话语 也就是圣经的根基 他们就说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 但是呢他们所听到的 是跟神话语的真理跟原则 是互相抵触的 你要知道当我们开始学习 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以圣经为根基来聆听 我们才会不容易 才不会很容易的被欺哄 跟乱听到其他不属神的声音 所以我在第一篇的信息里面 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要先有Logos 你的心思意念要先有Logos 下一章 你的心思意念要先有Logos 才能够正确的领受Rima 意思说你的心思意念 当你每一天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需要先有Logos Logos是什么 就是圣经所写下来的话语 当你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里面 你才能够领受Rima Rima是什么 就是神在此时此刻正在对你说的话 我再说一次 你要先有Logo在你的心里面 你需要有圣经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 你才能够当神现在对你说话的时候 在此时此刻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才可以正确的来领受那些Rima 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先成为 神写下话语的好管家 我们需要好好地研读 好好地默想 甚至要把神的话语来背起来 你必须要知道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改变 周遭的文化怎么样子的改变 神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 跟你旁边的说 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 这是为什么光哥推荐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一定要去读生培 Amen 院长阿们吗 Amen 感谢主 一定要去读生培 你一生之中最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 好好地下功夫在神的话语的上面 我记得在18年前 当我在读圣经学院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要操练轮流开口 然后在我们的圣经学院的小组的里面 开口 轮流开口祷告 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规定我们说 每一次轮流开口祷告的时候 都要用一段经文在你的祷告的里面 意思是说你不可以只是祷告一段话 你要用一段经文在你的祷告的当中 而且我们是用英文祷告 意思是说我必须要能够背英文的经文 你知道当时每一次在操练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我都吓死了 可是我却发现这是很好的训练 而这一次我们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先知学校的研习会的当中 Questphan的牧师也说 当我们发预言的时候 可以操练将合适的经文放在预言的当中 这是为什么我们先要成为神写下话语的好管家 我们需要成为神所写下话语的好管家 可以 但是我也想要问你 当神对你的心说话的时候 请问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听见了神的声音的时候 请问你会怎么做 请问你是一个好管家吗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神想要用一节经文来鼓励我们当中的某个人 然后神让你领受到那段经文 然后神就告诉你说 你要写一张卡片 或是一封信给这个人 特别是我们现在越来越靠近圣诞节了 我们有圣诞节的这些的步道的这些的聚会 然后神就鼓励你 他给你一段经文 然后他鼓励你能够写在一张卡片的上面 或是一封信的里面 交给这个人 交给这个人 而神早就已经知道 那个人在哪一天会收到 因为那个正是他最需要的时刻 所以神他绝对不是当下告诉你 就叫你马上去做 他是两个礼拜之前 就已经给了你这个感动 他在两个礼拜之前 就已经给了你这段经文 但是你什么都不做 你什么都不做 所以神就只好对另外一个人说话 而那个人就把卡片寄出去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神的话 下一次你要把一节经文给某一个人 请问你会想要对谁说话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第二个 你会想要对第二个说话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管家的观念 在天国文化的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就会变成廉价的恩典 管家的观念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 在天国的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不然的话 很多的时候 没有这个管家的观念的话 我们就会看见 好像整个我们的信仰 会变成一个廉价的恩典 神所说的话是灵 是生命 绝对不是廉价的 神所说的话 绝对不是廉价的 神所说的话 甚至比任何的金钱跟资源 还要来得宝贵 还要来得宝贵 意思是说 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这些很宝贵的事情 可是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管理 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 能够成为一个好管家呢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三点 第一点 是管理你听到什么 管理你听到什么 你需要管理 What you hear What you hear 马可福音第四章 第24节到25节 我们一起来读传经文 请 又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他说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有的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 我要告诉你 这一句话 这个原则 不只是适用在金钱的上面 当我们讲到蒙福人生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财务管理的时候 神说有的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 可是我要告诉你 我们听见神的声音这件事情 神也在require 神也在要求我们 是不是一个好管家 神说有的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 所以我们都想要听见神的声音 但是当你听到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好的管家 所以我要给你 神对你生命 神对你说话的十种方式 神对你说话的十种方式 第一个是什么 透过环境 第一个是透过环境 当然当你每一次都需要 透过环境来聆听到神的声音的话 那代表你的信心是非常初阶的 你的信心是比较软弱的 我要告诉你一个例子 就是先知约拿 先知约拿就是一个例子 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 可是他就不听 所以神就只好透过环境 来对他说话 环境是什么呢 就是神透过暴风雨 因为他就搭船 要逃离神的面 对不对 神就透过暴风雨 还有神有透过大鱼 来对他说话 你知道神也常常透过鱼 对我说话 只不过不是被鱼吃 也不是吃鱼 是透过钓鱼 OK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 神会透过环境对你说话 第二个 神会透过辅导邪谈 对你说话 神会透过辅导邪谈对你说话 真言书当中不断地提到 神也可以透过领袖 跟有智慧的人 来给予我们建议跟引导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不听属神的人 所跟我们分享的 因为神会透过我们的领袖 透过那些属神的人 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意思是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 聆听到神的声音的话 有些的时候 你可以去跟你的小组上谈 你可以跟你的辅导谈 然后他们也会怎么样 帮你一起来聆听 然后来跟你分享 神要对你说的 第三个 透过心中的平安 透过心中的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要让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要让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意思是说 让基督的平安来引导你们 让基督的平安来引导你们 我们来看 菲利比书第四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这样神所赐超过人 能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意思是说很多的时候 你要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些时候 神所给你 对你说话的方式 是透过他放在你里面的平安 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来check 你可以这样子来检查 你的里面到底有没有平安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男生在这个方面 真的是比不上女生 女生就有这个第六感 说我感觉不平安 我们就觉得很平安 就是这样走 这个时候 你就要听太太的话 你要听太太的话 他也会觉得 我很不平安 告诉你要听太太的话 所以神会透过平安 对我们说话 第四个是透过人 你要知道 圣经当中充满这样子的例子 使徒行传 第21章第10节 到第11节 我们下来读 请 他们住了几天之后 有一位先知 名叫雅加布 从犹太下来 他来见我们 把保罗的腰带拿过来 绑住自己的手脚 说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这样捆绑 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族人的手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神透过先知雅加布 来对保罗说话 而这是在新约 不是在旧约 为什么 因为旧约更多 旧约神不断地 透过先知 透过人 来对人说话 第五个 是透过异象跟异梦 第五个 是透过异象跟异梦 所罗门 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 所罗门 雅各跟约瑟 他们都做异梦 而彼得呢 保罗跟约翰 他们都看见异象 因为神是透过异象 跟异梦 来对人说话的 圣经上讲到说 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的里面并不是 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最近常常都在做异梦 好 感谢主 第六个 透过你的想法 跟你的意念 透过你的想法 跟你的意念 神可以透过一个异念 来对你说话 我们看见马太福音 第一章第二十节 他是谁呢 就是耶稣地上的父亲约瑟 他说他呢 一直想着这些事 主的使者就在梦中 向他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 只管放胆 把你的妻子 玛利亚迎娶过来 因为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 当约瑟在想事情的时候 神就对他说话 神透过意念 来对他说话 第七个 透过大自然 所写明的事 透过大自然 所写明的事 我们一起来读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 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都是看得见的 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 可以领悟 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他说从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他的永能跟他的神性 是可以看得见的 是从哪里看得见 从他所创造的万物 他所创造的大自然 可以领悟到 是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他可以透过他的万物 在对人来说话 在对人说话 我记得几个礼拜之前 我们一起带很多 很多职业的领袖 还有一些的童工 去到Bethel教会那个地方 你知道光阳哥很多的时候 每次在那边分享说 你如果去到Bethel 伯特利教会 就是彪章堂 他们牧师所在的教会的话 那个地方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荒凉 非常的偏僻 真的是一个 真的没有什么 太多的殿 或者什么 就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但是他们有的是什么 有的就是大自然 所以我们很多的童工 在那个大自然的里面 真的是好山 好水 有瀑布 然后有河流 然后有森林 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 因为有些的时候 有空间的时候 他们就去 然后你知道 很多人就分享说 神透过大自然 在对他们说话 因为你要知道 所有的大自然 所有的万物 都是神创造的 我们来看第七个 第八个 透过超赞的彰显 透过超赞的彰显 第八个 神透过焚烧的荆棘 来对摩西说话 当摩西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 焚而不毁的荆棘的时候 这是一个超赞的现象 而神就透过 那个焚烧的荆棘 来对摩西说话 另外呢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神也透过驴子 来对巴兰说话 可以 而你要知道 这具驴子呢 不是史瑞克的驴子 可以 史瑞克的驴子是卡通 这只驴子是真的驴子 OK 所以他呢 神就透过那个驴子 如果驴子对你说话的话 你要非常的害怕 因为那是太超自然了 也太超自然了 所以透过超自然的彰显 第九个 透过圣经 透过圣经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可见信心是从所听到 道来的 所听的道 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 是借着什么 借着神的话语 借着圣经来的 信心是从听见道 听见什么呢 神的话 听见圣经里面所讲的 第十个 神怎么样说话呢 透过微小安静的声音 神是透过微小安静的声音 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第十二节那个地方说 地震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低微柔和的声音 这个火后呢 他们就听见 低微柔和的声音 以利亚描述神的声音 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 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 神都不是大声地 在对我们说话 祂所给我们的 祂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声音 这是为什么 我们很容易错过神的声音 因为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感动 有的时候那个声音 是非常微小的 这十种是神对我们说话 最重要的方式 当然我相信还有更多 但是这十种 是我们最常去经历到 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 OK 这样我要告诉你 你知道吗 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 有许多的声音 正充满在这个空间里面 现在在这个地方 有许多的声音 正充满在这个空间的里面 而当你拿一台收音机 调到正确的频率 你就可以清界 弥漫在这个房间的里面 你想要听到频道的声音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坡 频率 很多的 这些的 这些的声波 在这个地方 可是你必须要调到 你想要听到的频率 的那样子的一个channel 你才可以听见那个声音 就像在车上听广播一样 不同的频道 就有不同的声音 而我要告诉你 你知道在伊丁园的里面 有两个声音 仕途都在对亚当说话 一个声音是神 另外一个声音是撒旦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 你要留心 意思是说你要小心 你听到的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 这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要留心 意思是说你要小心 你听到what you hear 你听到的是什么 因为还会有别的声音 不是从神来的 我要告诉你 你知道撒旦也称为 是空中执政掌权的 你知道撒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他称为是空中执政掌权的 好精彩的来了 你知道当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的话在被别人听见之前 他会经过什么 他会经过什么 空气 他会经过空气 而谁在空气当中掌权呢 谁 撒旦 当你讲出来的话 要进到别人的耳朵之前 被别人听到之前的时候 他会经过空气 而你知道撒旦是称为 空中执政掌权的 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说很多的时候 撒旦魔鬼会扭曲你所说的话 他会扭曲你所说的话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先生下班回家的时候 他就问他太太 老婆晚餐煮好了没 你知道撒旦会对他的太太说什么吗 他会对他的太太说 你有没有听到 你有没有听到他所说的 他才说 晚餐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做好 你去告诉他 等老娘煮好的时候 就煮好了 然后撒旦就会跑去老公的那边 跟他说 你有听到那个女人说什么吗 你有听到她说什么 这么不尊荣 他说 你如果要吃晚饭的话 你就自己煮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 你有没有过 你跟某人有一段对话 OK 之后那个人对你说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然后你心想 我哪有说 我哪有这样说 我根本讲的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生过 但是我常常听到 有很多的人 都发生过这样的罗生门 他说我哪有这样说 我根本没有这样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所说的话 就被这个空中恶者 他扭曲了我们所讲的话 当然 我必须要沉浸一件事情 OK 有些人讲话 就是不经大脑 OK 他凭血气地乱讲话 仇敌魔鬼 完全不需要扭曲你所说的话 就已经杀伤力够强了 OK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呢 Robert Moyes牧师呢 各位教会的主人牧师 Robert Moyes 他跟他的太太吵架 然后呢 他吵架的当中 他的太太就说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 他要讲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好像想到什么的时候 突然说 你不要跟我说 是魔鬼扭曲你所说的话 OK 根本就是你说的 你不要赖给魔鬼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很多的时候 仇敌魔鬼 完全不需要扭曲 你所说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说的话 都不小心 直接这样讲出去 非常非常的伤人 所以呢 你要知道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有可能 你会乱讲话 第二个 是有可能是什么 当你讲对了 可是在这个空气的当中的时候 也会被仇敌魔鬼 扭曲你所说的话 扭曲你所说的话 OK 我要跟大家分享 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时候 我发现人与人之间 会发生那种沟通的问题 主要的源头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不好的沟通方式 跟用词 第一个是不好的沟通方式 跟用词 比如说你会听到有人说 我还是爱你 接纳你 OK 你可能讲的 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但是当人听见的时候 他可能会感觉到说 为什么我需要你接纳 你是谁 为什么你们基督徒 讲话的时候 有些时候让我们感觉到 好像有点优越感 你要知道 很多的时候 我们所讲的 所用的词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听到有些人 说 我跟你讲 我就是直肠子 我就是对事不对人 不好意思 你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吗 人还是受伤了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的用词 必须要非常非常地谨慎 我们所说的话 要非常非常地谨慎 第一个 所以是不好的沟通方式 跟用词 第二个 是不好的沟通管道 很多的时候 沟通出问题 是不好的沟通管道 我要告诉 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你要做门徒训练 或是你要讲重要的事情 或是你要表达你的情感 表达你的情绪的时候 拜托你们 请你们不要用简讯 LINE 或是任何的群组 因为很容易被仇敌 扭曲你的意思 可不可以 我知道现在都很方便 你知道吗 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 神就让我想到 他说 不知道雅各书 那个地方讲到 说要掌管我们的口吗 要管理我们的口舌吗 我真的感觉到 在现在 不是管理我们的口舌 是管理好我们的LINE 我们的Facebook 我们的WhatsApp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透过那个 所发出来 所讲出来的话 是更多的 有些的时候你知道 有些的事情 当你在做一对一的时候 在门徒训练的时候 甚至在表达你的情感的时候 那一行字 是没有办法正确地表达的 很多的时候 仇敌魔鬼 就会在这样子的 一个表达方式的里面 做了一些的扭曲 你明明就说 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然后可是当那个人 看的时候说 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 你说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问你 没有回我电话 你知道吗 很多的东西 透过那样子的 一个沟通方式 就会被扭曲 所以我们要谨慎 要小心 包括我们怎么样 用LINE 用WhatsApp 用我们的Facebook 来沟通事情 Amen OK 所以不要让 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OK 好 这是为什么耶稣说 你要小心谨慎 你听到的 你听到的是什么 Robert牧师呢 分享到在他的教会里面 有位弟兄 在建堂完的 感恩礼拜的当中 就对他说 他们建堂完了以后 哇 真的在建堂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神有很大的 很好 很棒的供应 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建堂当中的时候 也经历到神 很奇妙的供应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建堂的感恩礼拜 可是在这个感恩礼拜 完了之后呢 这个人 这个弟兄 就对牧师说 神不喜欢你们 庆祝一栋建筑物 他说 神要我告诉你 神不喜欢你们 庆祝一栋建筑物 听起来好像很属灵 其实后来却发现 这个弟兄 因为他一生 都活在挫败的里面 所以当别人 在庆祝成功的时候 他的里面就很不舒服 他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但是呢 他却说 这是神说的 我要告诉你 你要谨慎 你听到的是什么 你要谨慎 你听到的是什么 第二个 管理你是如何听 管理你是如何听 How you hear How you hear 路加福音第八章 第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 第十八节 好吧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所以你们应当留心 怎样听 因为凡是有的 还要给他 凡是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拿去 这边就讲到说 不是你们要听什么 你们要留心 你们是How you hear 怎么样听 你们是怎么听的 因为凡是有的 还要加给他 凡是没有的 这边突然多了一段字 他说凡是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拿去 刚刚前面的说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 要躲去 对不对 可是这个地方 却加了多了一段话 他说连他自己 以为有的 也要拿去 好 假设神今天对你说话 他今天对你说 你会服事 成千上万的人 你会服事 成千上万的人 你会听到的 重点是什么呢 是你有多棒 是你有多伟大吗 是你会为神 做多伟大的事情吗 还是神要得着 成千上万的人 不管是不是透过你 请问你是怎么听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透过 青年牧区 透过Asia for Jesus 透过约书亚乐团 我们所做的 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 可是你知道 在十八年前 神只告诉我 要回台湾 服事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成为当时 学生区的传道 神在当时十八年前 并没有应许我 任何音乐事工 祂没有应许我 出版事工 祂没有应许我 任何关乎亚洲的事情 神就问我一个问题 祂说你愿不愿意 专心地做学生工作 祂只问我这个问题 你愿不愿意 专心地做学生工作 你愿意谦卑地 在神对你所说的 小事上忠心 你才有可能 被托付大事 你愿意谦卑地 在神对你说的 小事上忠心 你才有可能被神 托付大事 每一个人都说光哥 我想要听见神 对我说大事 我想要听见神 来跟我分享 伟大的梦想 我只想要问你一件事情 当神在跟你说 小事的时候 你是如何听的 请问你是自私 自我中心地来听吗 请问你有看中 神所说的事情吗 虽然你感觉到 那件事情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请问你有看中吗 我举一个例子 神让约瑟做梦 梦他的哥哥们 都向他下拜 你知道约瑟他怎么做吗 他骄傲地直接 去告诉他的哥哥们说 嘿 你们都要向我下拜 没有错 那个梦是从神来的 但是梦的重点 不是人向你下拜 梦的重点 是神会兴起你 成为领袖 让你有机会 来服侍你的家人 因为你必须要 明白一件事情 在神的国度当中的领导 不是有多少人 可以服侍你 不是有多少人 会向你下拜 而是你可以成全 保护 并且成为多少人的仆人 我再说一次 神国度的领导 不是有多少人 可以服侍你 有多少人 可以向你下拜 而是你可以成全 保护 并且成为 多少人的仆人 这是为什么 你要留心 你是怎么听的 约瑟他没有留心 他是怎么听的 他听起来 是为他自己听 他说 我的爸爸妈妈 都要向我下拜 我的哥哥们 都要向我下拜 我有多了不起 神说 当神给你这些梦想 当神给你这样呼召 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不要用一个自我中心 跟自私的耳朵来听 神说 耶稣说什么 你要小心 你是如何听的 小心你是如何听的 我来读一段经文 在雅各书第四章 第六条第七节 那个地方讲到说 但神所赐的恩更大 但神所赐的恩典更大 我要问你 神给你更大 更多的恩典 好不好 好不好 神给你更大 更多的恩典 好不好 当然好 超好的 秘诀是什么呢 秘诀就在后面 所以圣经上说 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里讲的 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讲的是什么 那个恩典是更大的恩典 那个恩典是更多的恩典 所以之前说 就是有的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自己以为有的都要夺去 所以他说 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赐什么恩 更大的恩典 给谦卑的人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 接下来说 你们应当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避你们 你们应当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避你们 你有看到这个地方 有两种抵挡吗 抵挡魔鬼 我们都知道 抵挡魔鬼我们都知道 但是神说 我也抵挡骄傲 我也抵挡骄傲 我要告诉你 若是神抵挡你的话 你就根本抵挡不了魔鬼 你唯一能够抵挡魔鬼的方式 就是需要神给你更多的恩典 如何得着更多的恩典呢 关键就是谦卑 我再说一次 如果神抵挡你的话 你根本就不可能抵挡魔鬼 你唯一能够抵挡魔鬼的方式 就是需要神给你更多的恩典 你才有办法抵挡魔鬼 而怎么样子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恩典呢 神告诉我们那个秘诀 就是谦卑 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要问你 请问谦卑重不重要 重要吗 谦卑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这在我们君尊的经败里面 有提到这个观念 谦卑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圣灵的九个果子 里面没有一个是谦卑的 圣灵的九个果子是什么 圣灵的九个果子是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棒 然后呢 我说谦卑 谦卑重不重要 很重要 我说为什么谦卑 不在圣灵的果子的里面呢 因为谦卑不是圣灵的果子 谦卑是所有圣灵果子 得以长大成熟的土壤 我再说一次 谦卑不是圣灵的果子 谦卑是所有圣灵果子 也就是你的生命 能够长大成熟的土壤 使每一个圣灵果子 可以长大成熟的土壤 那我告诉你 骄傲是什么 骄傲就是所有最资深的土壤 骄傲就是所有最资深的土壤 当你骄傲的时候 你不但无法抵挡魔鬼 事实上你还会被神抵挡 你还会被神抵挡 抵挡的意思是什么呢 抵挡的意思就是 跑去帮敌人那一对打 抵挡的意思 神说我要抵挡你的时候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跑去帮敌人那一对打 就是抵挡的意思 你要知道有些的希腊文 它是军事用语 有些是运动用语 而这个就是运动 体育方面的用语 我用美式足球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 我看不懂这个American football 这个美式足球 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知道在神的国当中 神让我们像美式足球的跑风一样 可以带着球跑 然后可以 然后可以达正得分 所以整个美式足球就这样子 这一对有防守的一对 有进攻的一对 进攻的一对就要不断的推进 不断的推进 要推进到敌人的这个阵线点之后 就可以达正得分 所以他们要想办法要抵挡 想办法要抵挡你 不要让他们进攻 不要让他们能够一直往前 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OK OK 谢谢 不管你的恩赐才干是什么 你可能可以带小组 传福音去宣教 你可以为病人医病祷告 你可以奉献给予 你可以讲道 你可以恩高分赐 你可以带敬拜 不管你做什么 神让你可以带球得分 神对你说我把球交给你 你只要在我的后面跑 我会帮你挡人 我会帮你开路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留在我的后面跟着我跑 就像我们刚刚看见 那个74号那个主角 可以 他就帮 神就一样 就帮你挡人 可以 神只要告诉你 你就在我的后面跑 我会帮你把所有的人都清开 我会帮你把所有的人都挡开来 你知道我们通常一开始服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神啊我真的不行 神啊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怕死了 你选别人 你不要选我吧 神啊你知道我是办不到的 我是做不到的 然后神就会对你说 你可以的 你只要留在我的后面 我会帮你开路 我会帮你把所有的人都挡开来 所以我们就在第一次带敬拜 第一次带小组 第一次交装备课程 第一次带一支步道会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恐惧 战惊地跑在神的后面 然后呢让神来帮我们挡人 让神来帮我们冲锋陷阵 可以 然后呢神就这样子 可以 我们就在神的后面 神在前面 对不对 神就这样 把这些人说了 然后我们就在后面 就躲在神的后面 神说我帮你清 所以我们就躲在后面 我们很害怕 恐惧战兴 然后呢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达正得分了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我们就达正得分了 可以呢 然后呢 神说你看 我跟你说你办得到的 我跟你说你可以的 我们就说主啊 感谢你 但是求你下次 不要再叫我做这个了 求你下次我不要再叫 我真的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 然后呢 你知道下一次 神又要你做 神又要你做 可以 我们又躲在神的后面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我们都达正得分 现在 我们不是实习小组长 我们不是搭配的 敬拜主领 我们不是实习传道 现在我们是正式的 所以我们开始说 你有听到我刚刚分享的吗 就跟者能哥一样 风趣又有料 你刚刚有听到 我刚刚带敬拜 你刚刚又 可以有参加 刚刚的崇拜 刚刚的敬拜吗 我当敬拜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受到 神机强烈的恩告 你们刚刚有看到 我刚刚在为那些人 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被圣灵击倒 他们被圣灵充满 我真的很担心我的手 太有恩告 我太害怕 不要随便碰我的手 然后呢 接着我又被邀请去服侍 这一次我们对神说 神啊 这一次你可以休息 这一次我 我就可以了 这次我就可以了 我不用再麻烦你 去帮我挡人了 我不用再麻烦你 去帮我重逢见证了 我就可以了 你去板凳上休息吧 神就说什么 你可以 神原来在前面嘛 神说 你可以 来啊 来啊 看我没有我 你可以跑到多远 本来是这样子 你在神的后面 神说你可以 来 过来 看看没有我 你可以跑到哪里 然后你就说 神啊 你干嘛这样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我要告诉你 神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神 他会在爱里面 抵挡你 他要在仇敌魔鬼 情杀你 将你完全淘汰 出局之前 先把你撂倒 不然的话 如果你落入 仇敌魔鬼的手中 就更惨了 这是为什么 神会跑到敌对 就是这段圣经所讲的 他抵挡骄傲的 但他赐恩给谦卑的 他赐恩给谦卑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在聆听神声音的时候 你是用一个谦卑的耳朵来听 还是你是用个骄傲的心在听 神对你说话 你要管理 你是如何听的 最后一个第三点 顺服你所听到 顺服你所听到的 约纳记第一章 第二节到第四节 神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请起来到尼尼维大城去 警告其中的居民 因为他们的恶行 已经达到我面前 可是约纳却起来 要逃往他失去 躲避耶和华 他吓到约怕 找到了一只 要开往他失去的船 他给了钱就上船 要和他们同往他失去 离开耶和华 神对约纳说话 可是约纳不听神所说的 神就只好透过环境 对他来说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曾经有段时间 都听不到神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的经历 你曾经有段时间 你听不到神对你说话 你应该要怎么办呢 我要跟你建一件事情 回到你上次 听见神声音的地方 诚实地问你自己 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顺服神所说的 回到你上一次 听见神声音的地方 然后你诚实地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做 神对你所说的 你有没有顺服神所说的 神让环境 将约纳团团的围住 而当他选择悔改的时候 神才从环境的当中 将他拯救出来 他才又听见神的声音 你知道有多少人都说 我想要听见神的声音 但是你若想要听见 神对你说新的事 我只想要问你一件事情 就是上一件事情 请问你做了吗 当神上一次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愿意去做吗 耶稣说你要管理 你听到的是什么 你要管理你是如何听 最后你需要有所行动 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 意思是说 耶稣说你若去做 你所听到的 神就会对你说更多 神会更多地向你 显明他的心意 神会把他的奥秘 向你来显明 如果你愿意去做 他现在告诉你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不做的话 就算你认为你有的 在今天我要直接告诉你 如果你都不去做 神要对你说的 你听再多的讲道 你参加再多的特会 你听再多的装备课程 都没有用 神说你以为你有的 我都要拿走 你以为你有的 我都要拿走 我指一个例子 菲利牧师呢 刚做传道人的时候 他在中国分享这个见证 他刚做传道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 有一次在教会的里面 看到一个可怜 有需要的人 他看到那个人 好像很贫穷 很可怜的人 神就对他说 我要你把口袋的钱 你口袋里面的钱 都给他 菲利牧师说 不要吧 我这个钱要去短宣的 是要去短宣的 他说神啊 他还跟神argue 他说神啊 我的父母都还不是基督徒 他说我真的不想要 跟他们借钱去短宣 我希望我在家里面 有个好的见证 我不是要跟我爸妈拿钱 去参加宣教 所以我不能够把这个钱 给那个人 然后神又再说了一次 神对他说 把钱给那个人 菲利牧师说 我不要 因为我真的不想要 因为宣教 而钱不够 他要去跟我爸爸要 这不是好见证 神你不是要我们在家里面 做好见证吗 这样子不是好见证 然后他就不要 那一天他出去 从教会出去的时候 他开车就被高级车撞 仔细听好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不是说 你不做神要做的 你等一下出去会被车撞 不要这样听这个故事 但是神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发生这个 最发生的事情 他就被一个高级车撞 他车翻了一圈 很严重的 可是很奇妙的是 车子都坏掉 可是他却毫发无伤 他没有受任何的伤 然后那个人气冲冲的下来 要他赔 他吓死了 他从他的车子里面出来 他吓死了 然后他就问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他开了高级 然后他又不懂 他又年轻 那你就跟他讲说 你要赔我 然后他就说 好 那要赔多少呢 那个人所有的数字 就是神要他给出去的 那个数字 一模一样 他说的 要他赔的那个数字 就是刚刚神 在教会的里面 跟他讲说 你要把那个钱 给那个可怜的人 给那个贫穷的人 神就对他说 我在教你 当我对你说两次的时候 你就要即刻的顺服 因为有的 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自己以为有的 都要被拿去 然后他说 现在我学会了 他说我学会了 神是有恩典的神 因为他说两次 感谢主 他没有说一次 他说两次 然后他说 现在神教我 说两次 我顺服的话 就是double的anointing 就是double 双倍的祝福 双倍的恩告 神说两次 即刻的顺服 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愿意去做 祂对你所说的 这个才是重要的 如果喜恩不当然 对我说话 如果我们的领袖 不当然对我们说话 如果神不当然对我们说话 可是我们都不听的话 所有说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 好像我们看待这些的话语 并不是非常宝贵的 接下来呢 前两三个礼拜的时候 我跟菲利牧师 就在日本的特会服饰 在那个特会的最后一堂的时候 他就跟日本的弟兄姐妹分享 他说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我短期不会再来的 我短期不会再来 再来日本的 因为我相信神有别的带领 其他的带领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来到这个特会的里面 然后他说 但是为了日本的复兴 最后一堂聚会了 他说我需要你们 答应我一件事情 就是呢 每一次吃饭之前 都至少去为一个 非基督徒来祷告 每一天 他说你们一天吃几餐 三餐 每一天吃饭之前 都至少去为一个非基督徒祷告 如果是没有做到的话 就不准吃饭 那你一定会问说 那早餐怎么办 非基督徒 我怎么可能在早餐之前 遇到非基督徒呢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在早餐之前 先出去找一个非基督徒 然后再回来 我已经上班要迟到了 我上学要迟到了 他说没有关系 非基督徒教你 就是呢 你前一天晚上 先去多为一个人祷告 这样子的话 你早上就可以安心地 吃你的早餐了 那你知道吗 那天当他呼召的时候 很多人都举手回应 而我要告诉你 在接下来的每一餐 他们就真的都去为 那些人祷告 你知道他带我们出去吃饭 接下来的每一餐 你知道光哥 因为那个是对 你知道我虽然在那个地方聚会 但是我没有举手 我没有回应 因为那是对日本人说的 不是对我说的 所以我们就 我在去完会以后都忘记了 然后我们就 所有的人就是去吃饭 然后可是你知道吗 所有那些的日本的牧者 那些的日本的童工 那些日本的领袖 他们就开始 你要知道 日本人他们是很有礼貌的 他们是很不喜欢去冒犯别人 或者是他们会很 注重别人的空间 可是突然之间 你知道我还在讲话 跟还在看menu的时候 他们就抓住那个waiter 他们就抓住那个waiter 说 我们可不可以为你祷告 我们可以为你来祝福 就是每一天每一餐都是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的每一餐都是这样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 这是听到就去醒 听到就去醒 神可能可以透过任何的方式 对你的生命说话 可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神对你所说的 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话 你才是神所说坏的好管家 以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都要拿去 今天晚上我要问你 你是神所说话语的好管家吗 神乐意对你说话 神乐意跟你分享他的心 他的奥秘 许多的事情 神愿意把你当 你就是神的朋友 他要跟你分享 可是我要问你 请问神的话对你来说 是宝贵的吗 你愿意看中吗 你愿意去醒吗 所以好不好 每个人都闭起我们的眼睛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 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 今天当我们在听完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好不好 我们求神 让我们来到这个生命之道 耶稣的面前 祂的话语是灵 是生命 我们说主 让我完全的与你来连结 主求你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主要让我们知道 你的话语是宝贵的 主要你来教导我们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发了 我们的同工可以来 教导我们 如何成为你话语的好管家 教导我们是怎么样听的 教导我们所听到的到底是什么 并且我们愿不愿意 顺服你所说的 去做 主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我们不是出于恐惧 我们是出于害怕 我们不是因为被规定 那是主因为我们看中你的话语 我很喜欢比喻张神牧师所说的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带着能够成就这个话语 所要成就的能力 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你不需要害怕 因为神祂把所有的能力 祂所有天国的大能 都放在那句话的里面 你只要愿意去做 你只要愿意去行 神说我会负一切所有的责任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去做什么 我们只是有一个顺服的心 当神说了就必成就 祂所需要的 是一个顺服的器皿 祂所需要的 是一个当我们听见神声音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做 我们愿意去与神同工 我要请我们的同工 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 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求神更多的 让我们的心向祂敞开 一句祂可以更多的 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 你爱的旋律 释放我生命 你爱四面环绕我 从敌人手中 你拯救了我 惧怕中的自由 我不再被恐惧 主你来释放我们 因你是我天父 乐意对你的儿女来说话 我不再被恐惧 因你是我天父 从我母腹中 你拣选了我 你爱呼唤我命 我重生得久 我重生得久 进入你家中 保险流入我生命 是得去 我不再被恐惧 奴役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 我不再被恐惧 奴役 因你是我天父 你拣选了我 哈利路亚 好吧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听见神说我们是谁 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见 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跟祂的宝血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视的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 我们不再惧怕 我们不再认为我们的生命是软弱的 我们不再认为我们里面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能力的 今天晚上神也在对你说 孩子你可以的 孩子你可以做得到的 你是我所爱的 你是我所拣选的 你不再被恐惧 所挟制 你可以放胆的 你可以勇敢的 活出我放在你里面的护照 活出我放在你里面的心意 今天晚上 好不好让神更多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让神向我们来解明我们是谁 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主让我们与你完全的合而为意 主让我们要与你一同的 来经历到人生当中 你为我们所预备一切所有的美善 一切所有你最美好的心意 主让我们可以勇敢的踏踏出去 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活在你的心意的里面 我们再来唱 你爱的旋律 释放我生命 你爱死灭环绕着我 从敌人手中 你拯救了我 惧怕重的自由 我不再被恐惧奴隐 因你是我天父 而我不再被恐惧奴隐 以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奴隐 我不再被恐惧奴隐 你是我天父 等我 依赖呼唤我铃 我重生的酒 进入你家中 倒陷流入我心里 我不再被恐惧 努力 因你是我 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 努力 因你是我 天父 好吧 今天晚上 当我们要领主的饼跟主的杯之前 我们来到神面前 好吧 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所听到的是什么 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讯息 不是从神来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 仇敌魔鬼对我们的心在说话 以至于我们中了那个谎言 我们中了仇敌魔鬼的诡计 我们所听到的是被扭曲的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到底神是怎么样想我们 到底神是怎么样看我们 到底神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 耶稣说要留心你听到的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来到神面前说 主 我是如何听的 很多的时候当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你要醒察你的心 是不是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 来听见神所说的 是不是在一个自私的里面 来听见神所说的 甚至是不是在骄傲的里面 来听见神所说的 如果你发现那就是你的话 当我们要领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 好不好 让我们先认罪在神的面前 主 求你让我们拒绝所有 从仇敌魔鬼来的谎言 主 让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 你在对我们说什么 主 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一个谦卑的里面 来聆听你的身影 不是为我们自己 不是自私的 主 我们乃是愿意 成为众人的仆人 我们乃是愿意 行在你的旨意的里面 我们乃是愿意在小事上中心 好 要为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 主 让我们在真理的里面 哈 利流亚 你真理的灵释放下来在我们的当中 哦 主 要赤着一切 从你魔鬼所扭曲的 哦 主 要说 哦 主 要欺哄我们的 哦 主 要奉祝了你 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 让我们说听见的是 直接从你那里而来的 是你纯净的话语 專業給我們一個純潔的心 就要讓我們聽見的時候 是在謙卑的裡面來領受 Hallelujah 好吧 我們一起來領受 除了餅跟除了杯 好吧 我們從座位上站起來 今天最後 我要請我們的牧者同工到前面來 今天我要呼召 一種人 神告訴我說 你就像是約拿一樣 不是因為你犯了什麼罪 而是因為神在對你說一些事情 你知道這是神對你說的 可是你非常的害怕 你甚至不願意去做那件事情 他有可能講到的是關於你的未來 有關於講的是你的工作 有關於講到的是你的人際關係 有關於講到的是 可能神要你去做出一個邀請 把你的家人 把你的朋友 帶到教會 帶到神的面前 可是當神在對你說的時候 你說神啊 我能夠做什麼呢 神啊 有什麼用 神啊 你知道我裡面非常的恐懼 非常的害怕 我一個人能夠做什麼 所以你就像約拿一樣 不斷地逃避神的護照 我感覺在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神在對你說 這是我給你的命定 這是我對你生命當中的護照 我要你走在這個 destiny 這個命定的裡面 可是你說神 我不敢 神 我不願意 神 我不想要回應這個護照 可是我發現今天晚上 神有給你一個恩典 祂在awakum 祂在讓你裡面的那個 那個意象 祂在為裡面 祂對你所說的那個夢想 好像再一次的蘇醒過來 你記得神對你所說的是什麼 你記得神是怎麼樣護照你的 今天晚上神在對你說 約拿 不要再逃了 約拿 不要再delay 不要再遲言了 你如果願意順服我 在順服的裡面有加倍的恩稿 在順服的裡面有加倍的祝福 在順服的裡面有加倍的恩典 神特別讓我想到 如果神對你說是這樣子 要你去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這是神所給你的護照的話 在神所說的每一句話的裡面 都蘊藏著這個話語 這個應許能夠成就的力量 神已經透過那個話語 把那個能力 把那個潛力賜給你了 不要繼續的再拖延 不要繼續的再逃避神對你的護照 今天晚上我不管那個護照是什麼 我不管神對你說的是什麼 可是今天晚上 當我在分享約拿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人就是你 不要等到環境將你團團的圍住 我感覺到在我們當遊戲的人 你感覺到好像環境 好像那個環境將你團團的圍住 你在呼救神說 神啊你怎麼不來救我 神你怎麼不來拯救我 脫離這個環境 神在對你說 孩子只要你願意回應那個護照 你就會經歷到我再一次對你說話 我與你同在 我永遠不撇下你 我是那位使恩怜悯的神 我是那位給你無數次機會的神 你只要願意來到我的面前來回應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當我在對你說的時候 你感覺到那是神在你的裡面 你需要我們跟你一起站立 你要知道神永遠都不是要定我們的罪 神永遠不是要讓我們感覺到 我們是被公告的 神說 孩子我是那位有恩典有憐憫的神 我會願意與你一起來站立 我會告訴你說我的應許是真的 我所對你所說的話是大有能力的 我會成就我放在你裡面的感動 你只要勇敢的跨出去 所以今天晚上 如果你感覺到你像約拿一樣 你覺得你需要來回應神的護照 你需要來做什麼 關於神對你所說的話 當我們繼續在唱只有詩歌的時候 我就要邀請你來到台前 我們就可以從頭再來唱只有詩歌 謝謝 我們就來為你禱告 我們來服侍你 你愛的旋律 釋放我生命 如果你感覺到是你的話 媽媽就來到台前 讓我們為你來打擾 讓我 讓我們與你一次來站立 來服侍你 從敵人手中 你拯救了我 懼怕中的自由 我不再被恐懼努力 我不再被恐懼努力 因為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懼努力 因為你是我天父 從我母腹中,你解鮮了我,你還呼喚,我終生得救,進入你家中。 保險流入我生命,我不再被恐懼奴隱,因你是否潛伏,我不再被恐懼奴隱, 不再被恐懼奴隱,因你是否潛伏,你將的愛奔開,讓我們穿越,完美的愛,讓我恐懼, 你將的愛奔開,讓我們穿越,完美的愛人的風景,你將的愛奔開,讓我們穿越,完美的愛人的風景。 你將的愛奔開,讓我們穿越,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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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愛奔開,讓我們穿越 不容許仇敵來欺哄我 主 我要管理我是如何聽的 並且主我願意順服我所聽到的 主要讓我願意去做的時候 我的生命就是建造在磐石上 風吹雨淋 風吹雨打 我的房子 我的生命要堅固不動搖 好不好 就同聲開口為我們自己來禱告 是的主 讓我們來成為你話語的好管家 讓青年牧師的每一個弟兄姐妹 讓我們聽見你的聲音的時候我們願意去做 我們願意去操練 我們願意勇敢的跨出去 不要再讓恐懼來挾制我們的生命 不要再讓虛怕來挾制我們的生命 只要我們沒有辦法跨出去 主 求你來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工作 Oh 耶穌 我們讚美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讓我們聽聽你的話語 讓我們願意放膽的來去做 你將數年的勇氣放在我們每一個人裡面 耶穌 讓我們回憶你的呼嘲 我願意你放在我們裡面的感動 成為你恩典的出口 成為你大力的出口 成為你愛的出口 Oh 耶穌 我們讚美你 Hallelujah! 來宣告 你將大海分開 讓我們穿越 完美的愛淹沒空虛 是的主 祝你承救我 祝你承救我 讓我們心情而長 祝你使我健康 上次有一次 你將大海 你將大海分開 讓我們穿越 完美的愛淹沒空虛 祝你使我健康 だよ 好其中的、 Shao God 祂 把你与神的 Qui 跳 matt 祂是我们在勇敢的里面 在爱的里面勇敢往前行的那一位神 耶稣 我们赞美祢 我们感谢你 好吧 最后我就找七个人说 你要成为神所说话语的好管家 我们彼此祝福 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